家议官政府尽禁咖啡隆行拼白的特色 典型危机三宗咖啡三部举的建议价位 北红冰算处管来刺激的政行主 令家议官新委近年 协定三小路里人情上座咖啡大关 在台北市台安松拿公康这文章的出口的阳光大厅 既行到第三部举先告发表会 向民众来分享非常嘉义 真品咖啡的拼白故事 为了策仁嘉义官咖啡三宗和世界红条连接 三年来管护这些福度三宗 提供生意的政行兵感 并且以国际标准办理转业咖啡八分 后来交流至八七分感 第三部举正主学院八分 十九位正主新闻同贵转业策起 九十一位咖啡隆完成咖啡转业精灵八分 十间咖啡政行同贵生意人情 建议三十间三地拼白形象和包装系统设计 他们都有一套国际化 而且符合食安的做法 那今天做成果展 那特别到台北来 那我们希望把全台湾最好的咖啡 那跟大家分享 那实际上从国际赛的角度来看 包括有很多都对国际内行的人 他们都认为嘉义的咖啡 不只是台湾最好的咖啡 而且是世界最好的咖啡 那他们跟我讲一个数字 他说大概很多的国际的悲策 大概差不多在八十三分左右 那嘉义的阿里山咖啡 这些得奖的 那我们这些咖啡农 大概在上次的COE 都八十七分以上 那也都很多高达九十分以上 所以难怪他们敢讲说 全世界最好的咖啡 那就在阿里山 那我们的咖啡农 那他们都很专业 而且在制作咖啡跟 烘焙咖啡的时候 或者采收咖啡的时候 都是一个批次 一个批次的在采 而且都做记录 那这个做记录 就是可以进入到管理 那所以他们在处理所有的咖啡 都是非常科学的 来面对这些产品 该管中翁张良 他今天出席 他这边进行三地坚持核心技术三大重点 免累业者 并且受益第三博客 经驻新冠政策 还管够业政策 以及仕业加啡争行临政 農业部水土保持宿 南岛分寿党富贵林 加以关加啡三业 发展协会理事党丁一平 台湾加啡三业七月人民 交集典任贴合 冲申县三业进行公社 台湾素不受收定 上江州成德丁郎 也做会提供 先行文中来行 到以关彩虹报答 再讲吃和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漫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 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